红秀柱的三个绝部 第一 绝对不会与党中央撕破脸 第二 绝对不会脱党参选 第三 绝对不会交换条件 但是在今天连晚已经定调 在昨天晚上其实呢 整个的互相过招的过程 其实红伴传给国民党中央的讯息 其实是红秀柱已经软化了 我们先来带您看一下 昨天有一些群情激愤的抗议状况 为什么红秀柱那么富裕 你们不出来不表态 你今天一个月的时间换柱 你换柱 很气啊 红秀柱 你不会当作最后一兵一组 有八万大就跟着你走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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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台 你不要脸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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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那个就是安德鲁骨吗 不知道 应该不会 我说真的真的真的超级痛的 你真的要拉他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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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柱的支持者 连朱一轮下台都喊出来了 还说国民党内部相间和太极 为什么会这么悲愤呢 其实我们也来看看 洪秀柱还讲了一个马与驴的故事 他说官是因为一头马跟一头驴 谁要陪唐僧去西天取金 驴考虑很久说 哎呀会丢了小命了 太危险了 太辛苦了 所以我就别去了 结果马就去了 结果呢没有想到回来的时候 驴就说话了说 哎呀马兄啊 是不是很辛苦很危险呢 一定把你累死吧 结果马就回答说 哎呀这的确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在挫折中 我终于认清自己的价值 也了解这中间的过程 是多么有意义的 倒是你驴啊 你在这里还是每一天的被主人抽打 哎你图的东西也没有比我轻 而且你还是不断的工作绕着 模仿打转你才真是辛苦了 好他到底要说什么 他说经过取经之行 他选择在过程当中修行 前面是千山万水高山贤祖 他还是相信一步一脚印天道酬勤 能不能取道经取决于因缘 但他说要为后来者 踏出每一步可以前进的道路 讲出来真的会让人感觉内心要掉眼泪啊 这真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改革的力量啊 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三个局部 没有获得支持将悲壮下台 而且甚至在交换条件的这个部分 他再三再三再三的强调没有条件 我们来看看他跟朱立伦是怎么样来空中喊话 即使党内人士以搭档资源劝退我 我也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 洪秀柱宁愿站死在总统选举的凶险僵场 也不愿意辜负国人对我追求真民主的期盼 因为洪秀柱不忘初衷 坚持奋勇向前 谢谢大家 各位先进同志 不管我跟李密司长 跟洪副院长的会面谈话当中 绝对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 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交换 唯一交换的条件 就是大家有党无我 大家相忍为党 大家能够为中华民国来努力 来打劫 石琪我看了这个洪秀柱的脸书 我感觉到就是林决明的语气诀别书 这么伟大的情操吗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观察指标 就是说其实洪秀柱之前的态度 是比较坚定的 可是他其实从昨天 晚上6点多那场记者会 他是消风的 他的态度是整个放软的 那个改变的速度很快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当中的转折一定有某种原因 否则他不会本来这么强 然后后来 我觉得他的气已经没有了 然后他又提出说 三个绝部 他不会跟党装撕破脸 也就是说 你之前不是 大家还给你意见说 你要不要用这个法律途径 来还自己公道吗 可是没有 他看起来没有要坚持下去的打这场仗 就是跟你 一兵一组 对 他本来 他刚开始是说用丐帮打法 占到最后一兵一组 可是昨天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当中一定有某种原因 促成了洪秀柱态度的转变 你叫中党爱国啊 对啊 你不觉得三个绝部 行操伟大啊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人跟他去沟通 之前就不中党爱国吗 不然态度为什么疲变 他中党爱国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国民党的人会怀疑 那所以我觉得中间一定是有一些接触 一些沟通 才会促使他态度上面 怎么收了不少 那其实 好啦 我其实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就有听到一个消息 就说 谈好了 那谈好了 为什么还要做出这些动作 是因为他必须要演出这场戏 演出这场戏 其实是为了要做一些交代 什么时候谈好的 很近 就是在这一两天的时间 其实是密集的在做沟通和接触 据传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给他装GPS 那但是我觉得判断的指标就是说 你看哦 一开始他的态度有转变 对不对 然后今天马英九要出来说话 这个要好好沟通哦 我们非常感谢红秀柱 然后接下来 晚报就说 好双方会各退一步 我觉得乱有步骤 乱有节奏的 那其实党中央本来想要把 红秀柱给拔掉这件事情 看起来真的是铺陈蛮久的 一个一个动作是不断的在 在这个进行当中 只是我会觉得国民党还是很怪 没有办法说服我 然后我甚至怀疑他也没有办法 说服大家的原因是 如果你做了这么多的铺陈 然后到最后你必须跟红秀柱去谈判 谈出一个条件 然后红秀柱也愿意退了 就是采取一个 我不要跟你打死撕破脸抗争到底那个方式的话 你怎么会采取一种让自己伤这么重的方式 就这件事情让国民党伤很重 让朱立伦也伤非常重 你难道不能选择一个伤不要那么重的方式吗 重伤可能是会不治的 你很难判断说你这样子打下去 你用了这一招然后你到底还可以获得多少 多出来的选票我觉得很困难 更何况我们刚刚看了那个民调 另外TVBS就是另外一家媒体 他们今天也做了一个民调 你朱立伦其实也没有挖高 你真的也没有比红秀柱多几%而已 甚至于在换注前跟换注后 10月5号跟10月7号 蔡英文的民调是还往上爬2% 那这2%从哪边来我判断就是 因为你演出这场戏太难看 使得你自己重伤 这2%根本就是跑 本来是你的票后来跑过去 跑到蔡英文那边去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朱立伦真的太笨 这是上半场换注的戏嘛 之后后来我们大家讨论了之后 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讨论跟纪委 下半场的节目是 真的就是朱立伦了吗 有没有可能还会是别人 我会觉得如果下半场的戏事不是朱立伦的话 那国民党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太可能不是朱立伦 而且朱立伦没这么大胸怀 就我冒着大家骂死我打死我的这个风险 跑去把红袖柱给拔掉 然后都说嘿哈喽龙袍你穿 然后我什么都不要 朱立伦没那么大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一个月来 我们讲的太多的不可能 到时候有多可能 所以我 搞不好王金平 还是最了解国民党的 王金平是被卡住的 那吴敦毅的那个民调太低 可是我觉得王金平 这个台湾公道博很厉害 也就是说你看在这一场局当中 王金平没有出什么手 就他不是坏人 他扮演的是一个好人 他都没有讲话 他没有折损 可是他有没有换到东西 我相信他绝对换到了不分区 而且很可能是第一名 问题是不分区是一个在野党小联盟 so what 因为人家是去开他玩笑 将来他要面对民进党 要不然让他做院长的困窘的 民进党不会这么笨 对王道博来说 我认为 如果民进党过半了 如果民进党过半了 院长找了个别人 你说支持者会怎么想 如果民进党跟国民党一样 充分医就会这么做 可是我觉得这对 龚道博来说已经是最好的 我说这么一笨 紀委员你说 你刚刚说三个绝部 会不会就是条件 这什么玄奋之一 实际在讲我就讲 这个三个绝部 我们在预测 是不是也是条件 你先说三个绝部 绝不会跟中央是不联 你绝对不会脱党参选 好 我们就来 我不知道 会不会连这三个绝部 都是条件 我告诉你 我现在对人性 我已经不相信了 我被这群人都骗了 输那些牛肉面也就算了 我在国民党赴难了三十年 对不对 不是 让我成长也好 幻妹是成长的开始 你四百万都被骗了 这个三个绝部 基本上有些是根本 不可能成立的 跟党中央撕破脸 要不要撕破脸 是以为是脱党参选 你现在凭什么脱党参选 你连十阶 所以那个程度根本没有 我觉得是第三个 那个绝不会交换条件 那个某种程度 洪秀柱是在为他自己自保 他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在那边连晚的铺陈 你看大老族火车对撞 所以观众扮演重要角色 辩论不可行 就说你们林全会 还是邀请洪秀柱去讲讲话 然后说我们再继续沟通 在冠军十天就把这个火山能量释放释放 然后陈长文就建议说 朱立伦你应该道个歉 然后呢 在这个临时全贷会上里面 是不是民调来决胜部 赞成 这礼拜二晚上到昨天晚上发生哪些事情 这是全天下的秘密都无法这个解读的 那事实上是时期所说的嘛 就是洪秀柱副院长在昨天呢 中常会开会之后 他就没有讲说我绝不退选 这四个字好像到今天早上 态度变得很弱 那你如果是一个政党的这个党主席 或是你周边的这些测试 大概也会想出这种剧本吧 那就让我们选民在诸多问号当中 来这个找解答 那可是今天呢 联合网报的这些消息 都是当局相关人士所释放出来的 那话句话讲 为什么本来是17号要开会 昨天在中常会之后 党中央释放的消息是17号 后来变成24号 就是要让这个情绪能够慢慢释放 然后达尔斯 大家都忘记了 范兰的选民也都拍拍手团结 好棒棒 近视前显 一定的啦 那因为现在国民党也很没出息 他也没有要开发中间选民 他要把他自己的人找回来 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还去开发中间选民呢 但是立委选举把自己的人找回来 那昨天 他就可以稳住政局啊 那昨天去包围中央党部那些人 会不会赶一天就包围红秀柱那边 那些不是国民党人 那些不是国民党人 那些人 那中华统英促进党 不是 他们会觉得说被红秀柱 如果红秀柱被和谐掉了 那是不是代表他们被红秀柱骗了 他们没有地方去包围 所以这种场景大家看多了 而且最挺国民党的还是他们 红秀柱的悲剧角色已经演出了 已经被定型了 对他来讲这是最好的下场 否则他1月16号以后补助款也没有 然后保证金被没收 又选票选得不好 然后连党主席都没有 自己身败名裂 这一波最好 那那个扣姐台湾公道博赚到什么 台湾公道博也赚到 台湾公道博就赚到了 他的不沾锅的位置 他是马英九的牺牲者 然后他又拿到小联盟的头头 2016国民党的改组 改组其实我认为吴敦一当选 党主席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王复兴不会投给王金平的 那吴敦有马英九嘛 那也没得到什么嘛 3A的投手也没有什么好得意的啊 王建民也到小联盟去 那也一辈子在小联盟在神在福啊 还要做巴士 搞不好可以变大联盟啊 那个民党做不好 把他们罢免啊 然后再继续发动成证啊 对 而且继委员 今天有人跟你抢肖拨块 那个宅审开玩笑的 其实这个 我不想要什么意思 他后来听说 肖拨块是保护海线 保护我们全国海岸线的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啊 如果可以保护台湾 我们是很愉快的 你就做那种肖拨块形状的果冻 对 到处发 好 我们来看到民进党立委抨击的事 朱立伦现在执行换柱的过程当中 涉及威胁利益交换 这就是搓汤圆了 在昨天向台北地检署 递交了刑事告发状 看法务部敢不敢办下去 法务部长罗英雪 前天在答复质询的时候说 有人检举 他们就会办 真的会办吗 这个是非告诉乃论的 这个是应该 这是公诉罪 所以不是说检举才办 我觉得其实 很多检报办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到底因为罗英雪 毕竟他的政治性格还是有的 所以说到底会不会真的办 假的办还是发交 印一下故事 他是弄一弄 后来签解 这点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其实告了 也不见得会有动作 但是接下来还是有人 要找朱立伦算账 其实这一点 我们在昨天也曾经提到了 就是绿营现在说 如果朱立伦代职参选总统的话 新北市议员就说 我们要发动罢免 而且绿委也要报他官商勾结的内幕 有什么官商勾结的内幕 过去其实朱立伦原先在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是有一些准备的 这市面上 或是大家一般来讲 是对朱立伦 不管在桃园或是在新北 是有一些案子是可以讨论的 可受公平的 那既然后来朱立伦没有出来选 那红袖住 其实后来现在又换住朱上住下 那可能那些东西 可能就有人会拿出来公平公平 比方说像邓一康里面提了李四川 提了叶士文 那些关键还有谁 关键是李四川呢 跟两个字的远雄 跟另外三个字的叶士文 这三个字三个字两个字连结在一起 可以有一大篇好长的故事 还有前副市长 许志坚 这个又是another story 不过这些故事呢 比较有趣的是说 李四川其实我认识他认识的很早 我在台北市当议员 他当时还不过是在公务局下面的某一个处 从副处长 然后一路秀身处长 然后接公务局长 然后上升到 甚至就跳到新北市 去做这个副市长 那这当中他还因为马英九到中央担任总统 曾经也到中央历练了行政院秘书长 也就在行政院秘书长的这个时间我们的连政署 本来有一群非常认真的基层的调查工作人员 发现了在叶士文案以后呢 有某些讯息也指向了李四川 可是在李四川担任了秘书长之后呢 这个案子就突然自动的就停止了 我们这些勤奋的调查员们 就这个案子再也办不下去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巧合呢还是有什么样特殊的因素 但总之今天李四川帮国民党 喬事喬得这么有功劳 住住姐也都愿意下来了 然后还开了三步条件了 那将来的这位李四川秘书长 会有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那朱主席现今还在担任新北市长 那恐怕也是未来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要扛着新北市长的这个头衔 往前走的时候 会不会撞到李四川的相关案子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即使党内人士以搭档资源劝腿 我也未曾有过丝毫的重量 不管我跟李四川 跟陈志院长的会面谈话当中 绝对没有任何的意义交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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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